男人前脚刚离开座位 后脚就生下了一颗怪蛋 这操作顿时让一旁的大壮看得一脸的懵逼 谁知男人丝毫没有理会 反而一直鬼鬼祟祟地跟在一个女人的后面 直到不远出柜子下散落的硬币 这才又吸引了他的注意 这只小家伙名叫秀秀 对所有发光发亮的物品都情有独钟 而他也正是纽特无数神奇动物中最调皮的那一个 眼看秀秀跟着推车就要进入电梯 剪刀弹的大壮却突然将纽特叫住 心急如焚的纽特也不管三七二十六 立马掏出魔杖直接连人带蛋一同召唤过来 没想到下一秒怪蛋就破裂开来 一只长相呆萌的鸟蛇缓缓探出脑袋 纽特会心一笑 接着便将小家伙放进了行李箱中 然而见证这一切的大壮却彻底懵了 与此同时 秀秀竟直接穿过肛门钻进了银行的金库 纽特立马举起魔杖 轻轻松松地就打开了金库的肛门 却不料银行的保安突然赶到 纽特又二话不说 直接一个定身咒将对方打晕 结果当他走进金库 就发现秀秀正打算将一块十吨重的金条塞进肚中 他赶紧抓住这个大冤主 一股脑地将所有脏物全都抖落了出来 就在警卫们赶来之前 纽特赶紧带着大壮一行幻影离开了银行 收拾完秀秀 纽特就准备给身为麻瓜的大壮消除记忆 却不料下一秒大壮突然甩来一个大逼动 随后提起箱子转身就跑 纽特刚想去追 结果却被一个迎面而来的女人直接带走 原来女人名叫蒂娜 是美国魔法部的一名奥罗 由于纽特在麻瓜的世界放出了魔法生物 又当着麻瓜的面试斩了魔法 于是他便毫不客气地将对方带回了魔法部 可结果当他们打开纽特的箱子 却发现里面竟然只有一堆甜点 纽特这才意识到 麻瓜大壮原来拿错了他的箱子 于是不出意外 大壮很快就发现了箱子的一样 他小心地凑近一看 突然一只浑身带刺的怪物就扑到了他的脸上 纽特来到街头 结果下一秒就发现了从他箱子里逃出的幺蛾子 纽特见状不妙 立马和蒂娜一同找到了大壮的家里 只见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堆废墟 而大壮正躺在地上昏迷不醒 纽特随即施法让现场恢复如初 接着又顺便从大壮的身上抓回了那只莫特拉鼠 不过剩下的那几只就没那么容易抓到 但在出发之前 纽特还需要做一件更重要的事 那就是清点一下箱子里的魔法生物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款皮箱 竟然连500吨的巨鹰都能轻松装下 而且箱子里更是大有乾坤 这里不仅大到可以装下三十一厅 就连各种各样的神奇动物也是层出不穷 比人还高得是可拉 喜欢闹脾气的护树罗锅 还有可以随意控制天气的金色大雕 而他正是纽特此行的目的 将他带回家乡美国进行放生 随后大壮又再次见到了他亲自接生的鸟蛇兽 并且很快他也心甘情愿地当起了动物们的饲养员 玩得相当的不亦乐乎 谁知就在这时 一团奇怪的黑雾突然吸引了他的注意 只见黑雾似乎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竟然吸引着大壮不断靠近 幸亏纽特及时阻止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很快纽特就清点出箱子里少了惯犯秀秀 一只可以随时隐身的隐形兽 还有一头正在发情的独角巨兽 随后二人走到街头 仅仅一炷香的时间 纽特就通过一元二次方程找到了秀秀的踪迹 眼看自己已经被人发现 秀秀转身就要逃跑 结果纽特直接一具飞来咒 瞬间将这只贪财的鸭嘴兽收入囊中 接下来就轮到发情的独角兽了 为了以防万一 纽特先是给一脸懵逼的大壮 穿上冲划飞送的盔甲 接着这才放心大胆地来到动物园 而此时独角兽正冲着一头河马搔手弄姿 他连忙给自己抹上动物发情剂 然后又跳上了一只球 果然下一秒 独角兽就被纽特吸引 立马躺下身体等待对方就位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 却不料一旁的大壮突然弄洒了发情素 结果独角兽瞬间被他吸引 立马转移目标朝着大壮俯冲而来 走投无路的大壮只能急忙爬到树上 独角兽无处发泄 只好一脑袋直接抓进了树干里 结果下一秒老树就当场融化 彻底断成了两劫 这下完蛋了 好在千军一发之际 纽特及时赶到 总算将这个庞然大物给装回了行李心中 两人进入箱子内部安置刚找回来的动物 谁知一路跟踪的蒂娜 却直接将他们一锅端回了魔法部 原来她早就失去了奥罗的身份 现在急需用一次任务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然而正是因为她的鲁莽 反而给他们三人招来了杀身之祸 当蒂娜一路赶到魔法部 却发现这里已经汇集了来自各地的魔法代表 原来就在刚刚 魔法部的备选议员突然被一点不明的生物当场杀死 当纽特看到空中漂浮的尸体便立马认出 议员是被一种叫默默然的生物杀死的 但魔法部主席却一直坚信 安全的美国不可能有默默然的存在 然而下一秒 安全部部长就在纽特的箱子找到了证据 原来当初大壮看到的那团黑物正是默默然 尽管纽特不停地强调 离开宿主的默默然将没有任何威胁 但部长却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下令处死纽特 而原本抓捕有功的蒂娜 竟然也被当作同党而判处同样的急性 麻瓜大壮则被勒令立刻消除记忆 眼看二人就这样即将含泪隐恨 没想到关键时刻 竟然是护树罗郭救了纽特一命 紧接着纽特成功救出蒂娜 而大壮也被蒂娜的妹妹二翠顺利解救 于是一行人再度出发 决定找到剩下的在逃神奇动物从而洗清烟躯 却不料下一秒 他们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 原来谁也没有料到 最后一只在逃的魔法生物隐形兽 其实一直在照顾另一头更可怕的生物 而它正是影片开头 那颗怪蛋中孵出的鸟蛇 然而此时的鸟蛇 竟然已经长成了身长百米的饕铁巨兽 这下要怎么办 就在纽特还在为如何回收鸟蛇而绞尽脑之时 一旁的隐形兽却突然瞪大了眼睛 原来它预示到一场可怕的灾难即将发生 果然下一秒 二翠一脚踢中了地上的铃铛 结果鸟蛇受到惊吓 瞬间又再次狂躁暴走开来 真是倒霉他妈给倒霉开门 倒霉到家了 而且鸟蛇不断地膨胀身体 立马就冲破了整个房间 危机关头 纽特急忙提示几人找到一只昆虫和一个茶壶 眼看再过几秒就要小命不保 大壮也管不了有多恶心 急忙一个飞扑就抓到了一只野生小强 而蒂娜也很快找到了一个茶壶 但下一秒 鸟蛇的身体就填满了整个房间 硬生生将所有人都卡在了原地 这时纽特提示大壮将蟑螂扔进茶壶 可大壮眼瞅着蒂娜距离自己十万八千里 如果扔不近 那就真的要吹灯芭蜡踩灶台 彻底玩完了 但他此时已经别无选择 全体3600度 接着在蒂娜的助攻下稳稳地掉进了茶壶中 而紧接着鸟蛇也同时张开大嘴 一招飞龙入海 竟然也一同钻进了只有八掌大小的茶壶中 原来纽特利用了鸟蛇可以自由变换身体大小的特性 最终成功抓回了这只庞大的小家伙 眼看所有的神器动物都已经悉数归位 现在只要回到魔法部说明一切 纽特他们就可以彻底洗清莫须有的罪名 谁知就在这时 一旁的金色大雕却突然开始狂躁起来 无数电闪雷鸣瞬间倾泻而下 纽特立马意识到 这说明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即将降临整个纽约 而那正是传说中的至暗生物默默然 究竟是什么样的怪物 竟然让整个纽约警局全体出动 只见不远的街道中 一团发着红光的黑雾 摧枯拉朽般地朝着众人光速起来 夫波罗们立马开枪反击 然而不出意外 人类的子弹对黑雾根本毫无作用 只见下一秒黑雾就冲破障碍 瞬间将整只警队炸成了一片废墟 紧接着那黑雾快速聚拢 最后竟变成了一个男孩的模样 而它就是传说中的至暗生物默默然 但纽特知道男孩本性并不坏 于是便小心地安抚对方 谁知下一秒 安全部部长突然赶到 直接一发咒语将纽特击倒在地 原来这一切都是部长精心策划的阴谋 他想通过强大的默默然 来激起魔法师和麻瓜之间的战争 从而让黑魔法重新崛起 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 男孩艾伦体内的默默然 竟然强大到脱离了他的控制 当发现原来一直是纽特在从中作狗 愤怒的部长对着纽特就开始了疯狂输出 而看到眼前的景象 艾伦又再次失控 巨大的黑雾瞬间笼罩了一旁的二人 纽特趁机逃出升天 但艾伦却没那么幸运了 只见魔法部主席突然带领一众手下赶到 随后二话不说 便合力朝着默默然发动了攻击 可怜的艾伦从始至终都没能表达出自己的心声 就在危机关头 纽特及时放出神奇动物 一招便将部长牢牢控制 随后看出不对劲的他 也终于揭开了对方的真实身份 原来部长竟正是传说中的黑魔法师格林德沃 就这样 一场危机终于成功解除 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 他们要如何清除现场大批麻瓜的记忆 这时纽特从行李箱中召唤出金色大雕 随后便将一瓶遗忘药水交给他 本来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将他放生 虽然没有回到指定的地点进行放生 但这样下来也算是一举两格了 只见大雕一飞冲天 紧接着伴随着雨点落下 所有麻瓜的记忆都瞬间被成功消除 而大壮虽然心中万般不舍 但作为人类世界的麻瓜 最终他还是坦然地走进了雨中 虽然被抹掉了记忆 但神奇动物的精力依然留存在他的脑海里 而且说不定第二天 另一场光怪陆离的冒险就会再次来临 影片到此结束